有点难道我是颜颜 最高照我是秋子 今天到了5月25日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 发生的恐怖袭击的 这几个案件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英国大学英国吧 英国这方面在 两天前发生了 恐怖袭击事件 在歌手的演唱会上 结果也 造成的结果 也是很惨重的 有22个人失去了生命 那么这样一场的 这个恐怖袭击 对英国会造成 怎样子的影响 尤其是英国大选 即将来临了 对那这一次 英国大选即将来临了 那因为这起事件呢 还有之前这个 国会也发生暴炸了嘛 所以根据分析人士 就认为说 这一次这个恐怖袭击呢 很有可能会影响大选 而这个大选呢 将会非常有利于 这个执政的保守党的选情 嗯 为什么会有利于 执政的保守党的选情呢 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英国现在正在跟欧盟 谈关于脱离欧盟的问题 进行谈判嘛 那脱欧的方式 移民政策是 这个英国大选 所要的关键议题 而恐袭的事件呢 将会影响选民的立场 从而去影响了选情 呃 这个呃 保守党嘛 就执政的保守党呢 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 公布的竞选宣言中 就提到说 保守党将会确保 英国顺利有序的退出欧盟 并且承诺 英国将退出欧盟 共同市场和欧盟 关税的同盟 这意味着就是 英国将会寻求硬托欧 呃 之前就有谈说 可能英国在 这个脱欧方面 脱欧方面 可能谈这个硬托欧和软托欧 所谓的软托欧呢 就是呃 实则上呢 虽然是脱离欧盟了 但是呃 还是跟欧盟保有一定的谈判程度 像是可能呃 这个移民政策啊 等等 会接受欧盟的移民政策啊 又或者一些官贸啊 等等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英国是表态说 将会硬托欧 那有可能就是 也是控制这个移民的人数 所以 民众呢 就比较偏向于保守党了 嗯 是 它也会影响一些大选的结果 呃 其实呢 最近的极端行为 不仅仅出现在欧洲 它也出现在亚洲 就在我们的邻国 印 尼的 印尼的亚加达 也发生了爆炸事件 对 印尼亚加达呢 呃 的一个巴士站 在星期三的时候 就发生了两起爆炸 总共有三个人受伤 两个人死亡 其中就包含了炸弹客 警方呢 就说这一个呢 是呃 自杀 自杀炸弹攻击 呃 这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是 在巴士站的厕所 第一个爆炸响 然后第二个 五分钟了以后呢 现场就传出第二 第二响爆炸声 从目击者拍摄的 这个短片 可以看得出 巴士的车 巴士车站的玻璃 被严重震碎 呃 整个就是 碎片红飞 甚至地面上 更有人体残肢 整个画面 是非常残不忍睹的 嗯 同时呢 在这个 涉事的巴士站的 运营公司呢 也在网络的 社交媒体 推特上 发了贴文 说表示事件是 自杀式的爆炸行为 那么 当地的警方呢 也没有给予 相关的一个 正式的说法 目前的案件 也正在调查当中 呃 另外我们回过头 来看一下 美国特朗普 最近他走了几个地方 包括 包括以色列 呃 现在呢 是在意大利 罗马 呃 然后他们也见了 罗马的天主教 教宗方几个 嗯 对 呃 这个 当然为什么 还有跟这个 方几个 再见面的时候 会引起这么大的 呃 影响 会这么大的关注呢 主要是因为 这两位呢 他们在难民 气候 以及道德议题上呢 一直都是立场 对立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次他们的会谈呢 是呃 就备受关注的 呃 不过呢 这个呃 有说 这个特朗普 在见这个方几个的时候 其实气氛不太 好像不太友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几个呢 在举行会谈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个 书房外迎接特朗普 但是全程没有笑容 而且特朗普也行得 好像闷闷不乐这样子 只是表示说 很荣幸 可以跟方几个见面 呃 呃 这两个人呢 主要过后呢 就开始了 约20分钟的会谈 呃 他的这位妻子呢 马拉尼亚呢 还有这个女儿 伊万卡呢 都有出席 甚至就按照了 传统的礼仪 偷披着黑纱 身穿着一袭的黑色长裙 现身 嗯 为什么方几个和特朗普 指他们有一些不愉快呢 原因是之前在特朗普 美国大选的时候呢 与方几个呢 隔空对骂 那么特朗普呢 曾经批评方几个 作为宗教领袖 质疑 他人的信仰是可耻的 呃 又指方几个呢 假如凡蒂港受到了 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的袭击 那教宗必定会希望 特朗普成为总统的 呃 另外呢 方几个呢 又批评特朗普 主张在美国 接让墨西哥边境 新建围墙一事 指一个主张 建墙而非建桥的人 并非基督徒 呃 所以呢 两个人这样 一来一往的隔空对 骂啊 就产生了现在 特朗普和方几个的 一些隔阂 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 图片上也是 方几个和特朗普 也不是很高兴 我今天早晨 看到了一张图片 是方几个呢 还有特朗普 还有他的 特朗普的妻子和女儿 一起照了一张照片 在照片当中呢 方几个是闷闷不乐的 但是特朗普呢 还是微笑 呃 同时呢 也看到了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女儿 都戴了黑纱 同时穿了一些黑袍 其实呃 宗教差不多也都是 一样子的 因为这是也是为了迎合 或也为了尊重 天主教的一个 风俗和习惯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也是美国这方面 特朗普上台之后 有一些政策的改变 呃 你包括见在墨西哥 旁边建些围墙 同时呢 呃 在他在任的期间呢 也叫停了 这个气候协定的一些拨款 对呃 美国特朗普政府呢 他就向国会提出了2018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案 不过当中呢 发现其实资源发展中国家 应对全球暖化的多边机构 绿色气候基金的拨款呢 是为零的 呃 这个预算报告呢 也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在十年内 削减三摇六千亿美元的政府开支 推动经济实现三巴仙的增长 从而推动联邦政府次制减少五摇六千亿美元 实现收支平衡 而且报告也提出说这个白宫呢 将会提高军费开支 为美国还有墨西哥边境 住建的这个墙隔离提供基金 不会削减社保和针对退休人员的医保开支等等 嗯所以他要开支他要提高军费开支 他要提高他要含有美墨边境要修墙 也需要一些开支 所以他要必须要减少一些开支 那么减少这些开支 你就包括白宫呢 将废除奥巴马一改并改革医疗补助的计划 同时也要削减补助营养协助计划 即食品券的项目 另外呢大幅也要削减联邦雇员的退休福利 以及削减残疾人帮扶项目 同时呢还是这个在就是特朗普政府呢 也决定停止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助 那么原来的时候呢 就是2017年的时候 美国曾拨款合计两亿三千万美元呢 给了两个全球暖化对策相关基金 那么他们从今年开始决定 不会再去向这两个基金去拨款了 另外的其实可以看到 在2010年的时候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气候大会上 决定美国被视为绿色气候基金最大的支援国 如果若停止拨款呢 或导致发展中国家全球暖化 对策是陷入了停止状态 那么其他的大额不额款国呢 可能都被要求增加了负担了 这也是美国这样子的一个举措 给全球气候所造 应该不是说全球气候所造成的一些问题 因为全球气候并不是美国一方所造成的问题 是全人类所造成的问题 但是美国作为全世界的大国 负责任的大国 那么大国发发达国家是需要有责任 去为全球的变化做出一些贡献的 但是现在美国叫停气候基金拨款 这个举措的话 让很多关心全球变暖的人士感觉到很心凉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呢 最近跟这个菲律宾版的特朗普 也就杜特地通电话 通电话也谈到了金正恩 嗯对他在跟杜特地通电话的时候 有说这个金正恩呢 是有核武的狂人 几天过后呢 特朗普还公开表示 如果跟金正恩见面的话 会感到很荣幸 就是他跟这个有核武狂人 这个核武狂人 见面他会很荣幸 而这个法新社呢 昨天就报导说 其实白宫的文稿 将两个人的4月29号的对话形容为是 非常友善的对话 但是在电话当中呢 特朗普就暗示朝鲜半岛的局势 很有可能会戏剧性的升温 嗯 所以呢 在这样的通话过程当中 也被曝光了 那么其中呢 这个特朗普也问杜特地 你认为金正恩这个人怎么样啊 然后杜特地说 金正恩的脑袋不正常 他可能随时就会发疯的 那么 同时呢 同时呢 那个 包括另外 金正恩他说了 说手中有危险的玩具 可能会给全人类 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另外的 包括这个 关于 关于这个 朝鲜 一直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呢 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特朗普对此呢 也对 杜特地说 他说 所有的火焰都坠毁了 这是个好消息啊 另外的 他也督促 他也督促 杜特地说 谈到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呢 说 特朗普要求杜特地 呼吁中国 国家属于习近平呢 对北 还要施加压力的 等等一些 内部的谈话 都被透露出来了 呃 这 这也是首次啊 因为 领导人跟领导人的 这个电话 他只有外交部才能公开 他们谈了 大致谈了些什么 有的 谈的可以 报道出来 有的谈的机密性的 这些问题 就是不可以报道出来 影响国际关系的 呃 但是现在 他俩的谈话 对白都保留出来了 另外 我再看一下 这个呃 菲律宾这方面的 一些情况 都特地 现在菲律宾 面 面临着 一些危机 呃 你包括在 绵兰 老岛南部 呃 政府军跟武装分子 进行了 呃 对抗 嗯 对呃 政府局呢 就是呃 现在呢 这个杜特地呢 已经下令了 要60天 展开60天的戒严 主要地区就是这个 明兰劳岛 明兰劳岛 巴西兰岛 苏陆寻岛 还有这个塔威塔威寻岛 这些地区 主要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就是应对这个当地的 回教基金分子 还有极端组织 IS 联手作乱 而且这个杜特地呢 还说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 他说 因为现在杜特地在出访俄罗斯 所以他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就说 呃 这个 放心 呃 各位建立 呃 经历过戒严的同胞呢 这个 呃 这个会跟马克思总统所做的 并没有任何不一样 我会很严厉 而且 如果这个事情呢 要花上一年的话 那我们就去做 如果这个事情 一个月就可以解决的话 那他会很开心 各位同胞 不要太害怕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一抵达就会处理问题 嗯 是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 做派强硬的一个领导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现在菲律宾这方面 其实他们所对抗的 并非是 杀布 阿布萨耶夫 另还是 也应该是另外的一个激进组织 这个激进组织叫做 马乌德组织 这个组织的15名 有15名的武装分子 那么目前来说呢 呃 包括阿布萨耶夫也好 这个 马乌德组织也好 这两个组织呢 它是同盟关系 并且同样对 呃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呢 表示效忠 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呃 包括 在这个地方呢 特朗 阿布特地呢 也宣布 呃 戒严 也就是说 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 需要戒严 他认为 呃 这些的 就是极端分子 呃 他应该是存 目前存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为了不让这些绝端分子逃出出去呢 就是他把所有的街道啊 呃 然后这个地区所有的地方都进言 他也警告当地的市民 要呆在家中 不要出来 如果说你知道敌人所在的位置和他们行动的话 最尽可能提高 提供给我们这些信息 以便迅速的解决或者是结束这次军事行动 看来目前来说 呃 杜特地 真的是懂真格的了 和密码 和密码